下面我们继续考虑无向图的联通性和有向图的联通性 我们讲什么叫联通 什么叫联通分支 什么叫联通分支数 我讲二部图的一个创法条件 就是没有基础长度的回路 再讲有向图的联通性分强联通 也叫双向联通 还有单向联通和弱联通 再看联通 这个也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概念 两个点之间有一条通路把它们连起来 就说这两个点是联通的 写成U这个波浪号位 规定U和U自己是联通的 就是长度为0的一个通路 这一个点自己也算一个通路 没有变 所以联通关系就是一个等价关系 是自反的 是对称的 因为是无向图 你U到位有一条通路 反过来就是从V到U的一个通路 而且是传递的 U到V通路 V到W通路 你把这个通路 在V那个点给它连起来 粘起来 就变成了U到W的通路 所以这是等价关系 那么它就有等价类 就是彼此联通的这些顶点 就形成一个叫做联通分支 联通分支数 就是你有多少个不同的联通分支 也就是说 这个图在这个联通关系 就是等价关系下的 等价类的个数 联通图 联通分支数就是一 非联通图呢 也叫做分离图 它的联通分支数就大于1 两个点之间 长度最短的通路 成为它们之间的短程线 也叫侧底线 这是因为在球面上面 两个点之间最短距离 就是那个大圆弧 那个就成为侧底线 两个点之间 短程线的那个长度 就成为这两点之间的距离 写成DUV 这个跟图的度是一样的 图的度是低级U 里面只有一个变量 这个距离呢 是两个变量 DGUV 表示两个顶点之间的距离 而不是它们的度 所以记号上一样 但是意思上不一样 这个两个顶点之间的最大距离 就叫做这个图的直径 这个跟周长 周长是最长长度的那个回路 这个距离是最长路径的这个长度 最短距离的那个最大值 这叫做直径 所以不一样 你看K字的直径是1 K的直径也是1 它周长很大 但它直径很小 两点之间的距离 是它们的最短路径的长度 这个不同点多之间的这个最短路径 在调最大的那个 完全图你怎么调都是一条边就连起来了 所以它就是1 直径是1 而这个二部图呢 它的直径呢 是二分针 如果是零图呢 它的直径就是无穷大 因为没有边把他们连起来 没有这种路径 一阶零图呢 它的直径是零 其他的这个零图 它的直径都是无穷大 这是约定 距离函数呢 要满足三个性质 非负 并且呢 为零 单线紧张 这两个点相等 对称 和三角不等式 凡是满足这三个性质呢 就是 就可以当做一个距离 那我们图里面这个顶点之间的 这个短路线的长度 它就满足这三个性质 所以它就是可以作为距离来用 好 下面一个定理 二部图的创造条件是 里面没有基础长度的回路 就如果一个图能够分成两个部分 那么 当先紧张 这个图里边没有长度为基础的一个回路 首先如果这个图能够分成两个部分 使得边的只在两个部分之间 那么内部 他们同一部分内部没有边 那么这个图里边的回路 显然它的长度一定是偶数 因为你从一个点出发 第一步是到对策 第二步才能回到这一侧 第三步到对策 第四步才能回到这一侧 你无论怎么走 基础不一定是在对策 偶数不才能回到本侧 所以 它的回路的长度一定就是偶数 反过来 如果它里面 没有基础长度的回路 那么它的顶点一定能够分成两个部分 这也是对的 它怎么做呢 它这样做 固定其中的一个点 把 到这个点的距离是基础还是偶数来分 那么直接跟它相邻的点呢 跟它的距离都是一 这个都肯定分到对策去了 然后跟它距离是二的点呢 再分到 本侧 然后距离为三的点再分到对策 距离为四的点再分到本侧 按照距离来分 因为它没有 基础长度的回路 所以这个分类一定不会产生矛盾 如果你有一个基础长度的回路 这个分类就有问题了 没有基础长度的回路 这个分类一定是唯一的 还有另一种说法 你可以染色 把这个点呢 先染成黑色 然后呢 跟它相邻的点全染成白色 然后按照一个规则 跟白色点相邻的点都染黑色 跟黑色点相邻的点都染白色 依次就染 就整个图就染成黑色和白色 自动分成两部分 那么每个边呢 都一定是连接黑色和白色点 因为你每次染色的时候 都是一个点是黑色了 跟它相邻的点染白色 然后另一个点是白色了 跟它相邻的点染黑色 所以每个边 它的两端颜色一定不一样 也就是说每个边 一定是连两部分的 因为黑白染色也能做 你必须说明 这个染色不会产生矛盾 什么情况下 这个染色会产生矛盾呢 只有当你有基础长度回路的时候 才会产生矛盾 只要你没有基础长度的回路 就一定不会产生矛盾 因为你不论沿着哪个路径 去走过来 这个机有性一定是一样的 就从一点到另外一点 可能有两种不同的路径走法 但是它们的机有性一样 因为如果机有性不一样 这两条路径合得一块 就是一个基础长度的回路 而你假设没有基础长度的回路 就一定不会产生这种反例 这是关于二部图的 一个出号条件 就是二部图里面 一定是没有基础长度的回路 图论里面 有一大类性质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这个图满足某个性质 当性能让它里面 不出现某一类结构 这种刻画非常有用 这现在就是个例子 二部图是里面没有基础长度的回路 这就是一种很有用的刻画 后面我们讲平面图 就判断怎么把这个图画在平面上 让这个边和边不相交 只能在顶点的地方相交 在顶点以外的地方不能相交 那个叫平面图 判断是不是平面图 也当性仅当这个图里面 不含两个结构 如果没有那两个结构 它就一定是平面图 那个叫做佛贝登 就是静止 静止机 静图 静止那种图出现 它就具有某个性质 而且是有限种结构 这个机圈呢 这当是无穷多个了 是长度为三的 长度为五的 长度为七的 实际是无穷多个 那个平面图呢 只静止两个图 一个是K5 就是五个顶点的完全图 一个是K33 就是六个顶点的一个二部图 只要没有那两个结构 它就一定是平面图 那个性质就非常好 所以这地方二部图 就是具有一个例子 这是个例子 它静止它有些东西 没有那些东西 它就具有这个性质 好 下面一个定例 如果图即是连通的 那么它的边数 要大一等于n-1 说你把n个东西 要用边连起来 至少需要n-1条边 对吧 两个点连起来 至少需要1条边 这也是显然 你用归纳法 就说假设 n小1等于k的时候 命题成立 n等于k加1的时候 命题也是成立的 怎么做呢 你把这个点删除 删除这个点以后 出来的 假如有不同的联动分支 是g1g2到gs 那么对于每个联动分支 你这个都是成立的 你把它合得一块 还是成立的 比如说 有s个联动分支 那么 每个联动分支 它的那个边数 都大一等于 它的顶点数 减1 所以m1大一等于n1减1 等等 最后呢 你那个 删除的那个顶点度 是v 所以总边数 就等于这么多 加起来 然后呢 每一个大一等于这个 然后因为它是s的联动分支 所以这个v的度数呢 大一等于s 因为你可能 某一个联动分支里面 还连了两条边 所以它的度如果是低v的话 你这个出来的不同的联动分支数 一定不超过它的度数 不超过这个v的度数 所以这个s呢 不超过这个v的度数 加在一块 上面就是边数 底下 这个n1 n2 ns 因为你没删底点 这加起来就是n 然后这有s个1 这有s抵消了 这是n1到 ns 就是n1 n2 加ns 加起来 这个呢 这减1 一共s个减1跟s抵消了 所以这个加起来呢 比n要少个1 因为你把v删掉了 删除了一个定点v 这剩下来的那个s联动分支里面的定点 所以它等于n减1 这样一个证明 用归纳法能够严格证明 刚才讲的是个直观证明 就是说两个点连起来呢 需要一条边 三个点连起来 至少需要两条边 那么你归纳一下 n个点连起来 m个点 就n个点连起来 至少需要n减一条边 但是你那个怎么连 那个结构你是不知道的 所以你只能用归纳法 归纳法就是这样去做 好 下面看看有像图的这个联通性 对有像图来说呢 我也规定一个这个关系 叫做可达 对它不叫连通了 它叫做可达 从u可达v 是说从u到v有一个有像的通路 规定那个u到u是可达的 那么可达关系就是自反的和传递的 传递是显然的 因为u到v v到w 你把它一接就行了 但是呢 这个可达关系不是对称的 因为是有像图 边有方向 路也有方向 从u到v有条路 反过来就不是从u到u的那条路了 所以这个可达不能作为一个等价关系 那么我定义一个双向可达关系 就写成u双箭头v 表示从u到v可达就有条路径 反过来从v到u也可达 也有条路径 这两条路径一定是不同的路径 因为这个每个边只有一个方向 加了这个双向可达之后呢 它就变成等价关系了 在这个等价关系下 它的这个等价类的那个导处子图 就称为强连通分支 意思说在这个里面任何两点互相都可达 比方说上面这个图 这个有向图 它的强连通分支呢 是底下这个 e c d 因为c到e可达 e到c可达 e dc 实际这是个回路 一旦形成一个回路 它就是双向可达了 它就是强连通了 那么这个图的强连通分支呢 包括c d e 这三个点的导处子图 是这样子 然后a这个点 自己是个强连通分支 b这个点 自己是强连通分支 因为a呢 它只能到它自己 它能到e 但是e到不了a 同样 b能到a 但是a到不了b 你注意b的点全是发出的 所以你绝对不可能 任何点不可能进到b里去 所以按照强连通分类呢 a是自己是个强连通分支 b自己是个强连通分支 那么若连通呢 就如果你把边的方向忽略掉 不考虑边的方向 这个作为无向度式连通的 那就叫做弱连通 介于弱连通和强连通之间呢 是所谓的单向连通 就是任何一对顶点 至少从一个方向到另一个方向 是单向可达的 这叫做单向连通 比如说这个图 这个图呢 甚至连单向连通都不是 你考虑b和f 这f呢 它能够进到e 但是b呢 只能发出 f呢 只能到e e不能到f 那么在b和f这一对顶点之间 b即不能到f 就没有一个有向的通路 从b到f 也没有从f的一个有向通路到b 所以b和f互相不可达 但是如果改一下方向 让这个边变成从e到f 做了这个改变之后 这个图呢 就变成单向可达了 从b出发 能够到达这个图里面的任何一个顶点 因为f呢 是能够到另外四个顶点的 从b又能到f 是吧 这个图就变成单向连通了 就任何一对顶点之间至少是单向可达的 关于这个 单向可达呢 有一个非常好的性质 实际是这样的 就是一个图是单向可达的 当鞋紧张 你可以把这个所有顶点排成一个路径 当这个路径不一定是初级通路 也不一定是简单通路 它可能有重复顶点 但一定能够排在一个大的路径上 如果是双向可达一定能够排在一个大的回路上 那么先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竞赛图 竞赛图前面说了就是一个完全图 给它边加上方向 表示这个巡回赛的方案 主客场方案或者说比赛结果 关于竞赛图呢 一定有一个初级通路 经过每个顶点一次不一定恰好一次 如果你把这个理解为比赛结果 就是N个选手打循环赛 没有平局 那么一定能够在这个比赛结果 按照这个比赛结果把这个选手排成一列 使得前一个选手一定是打败后一个选手了 但是最后一个选手 也有可能回过出来打败第一个选手 也有这种可能他不管 反正一定能够排成 把他们排成一个序列 这是可以的 让前一个打败后一个 证明也很简单 首先呢 我在这个路径里面先选一条边吧 或者选肉干上面得到一个初始的这样一个路径 这个路径有多长 我不管至少是一条边 这是有的 然后选路径外的一个顶点 考虑这个顶点跟这个路径的起点 如果这个边的方向是一致的 那就直接加进来就好了 这个路径又扩大了 所以这本质上还是扩大路径吧 如果这个边是反向的 是向上的 那我就考虑这个点跟这个路径里面的第二个点 因为它是近赛图 就任何两个点间一定是有一条边的 只不过那个边的方向有两种可能 所以我现在考虑第二条边 这个第二条边又有两种可能 它的方向要么向下要么向上 如果这个第二条边的方向是向下的 那就好了 我从第一个点出发 经过第二点再到这个点 到上面再到第二点 这个路径又扩大了 就把这个点给自动加进来了 所以就解决了 所以如果这个边向下就好了 如果这个边还是向上的 所以这是第二个边向下的情况 我就这样的把这个点加进来了 如果第二条边还是向上的 那我也好办 我就不管这条边了 我就现在从这开始 再考虑下一条边 这个边 跟刚才一样 如果这个边也是向下的 那就这样的过来 又自动的把这个点加进来了 如果还是向下的会怎么样呢 你就一直这样推推推推推 推到最后为止 到这儿 如果它还是向上的 那么考虑最后一条边 如果最后一边是向下的 那就这样把它连进去了 如果最后一条边还是向上的 那就全走完再向上 也可以 总之还是能把它加进去 所以对于精赛图来说 这个路径以外的任何一个点 一定能以那种方式把它插进去 使得这个路径仍然是保持 一条有向的路径 这样子最后所有点都加进去了 就得到那条路径 所以对于强连通来说 也就是双向连通图来说 它是任何一对点点之间 双向都可达 它等价于有回路 过每个点点一次 就至少要过一次 这个回路不一定是简单回路 反例是底下这个图 这个图呢 你看它是像按照那个八字形的那种走法 它就能够把所有的点都串在一个回路上 但是无论如何 这个点要过两次 这个图是一个强连通图 它任何两点都是双向可达的 互相可达 比如说我从左上角到右下角 那这样 我从右上角到左下角 那这样 它都可以 然后单向连通 单向连通的重要条件呢 是有通路过每个点点至少一次 就是你要把这个点点都串进去 但是呢 它不一定是简单通路 它怎么做呢 就是说 在这任何两个点间都有通路 因为单向连通嘛 把这个通路弄起来 然后这个你把这两个点的通路 当成一条边的话 就形成一个竞赛图 刚才我们已经证明过了 竞赛图是能够把这个所有顶点 展开串在一个路上的 然后你再把那个每个边 换成原来你那个通路 就是原来的那个顶点 那个通路就出来了 反例是它 这样子呢 是把所有顶点都串在一个通路上 但是这个边又过了两次 从右上角开始 这样 这是单向连通的一个创好条件 好 关于有项图的连通分支呢 主要分这么三类 就是强连通分支 单向连通分支和弱连通分支 这个强连通分支也称为双向连通分支 这是一个例子 这个图 如果考虑它的强连通分支的话 A自己是个强连通分支 B自己是个强连通分支 然后CDEHI 这是个强连通分支 然后F自己是一个 G自己是一个 JKL是一个 因为JKL是个回路 然后CDEHI 他们形成一个回路 这个FG和E并不能形成回路 所以他们F和G只能单着分开 这它的强连通分支 这儿少了一个G 这儿应该有个G 是A的导数子图 那么单向连通分支呢 就包括AB AB这两点是单向可达的 然后中间这都是单向可达的 然后这个右边这也是单向可达的 然后这个弱连通分支呢 就简称连通分支 跟单向连通分支是一样的 这是个例子 换一个图 这个图 它的连通分支呢 就是整个是G 那单向连通分支呢 又分ABCCD和DFG 注意这个ABC和D合在一块 不能作为一个单向连通分支 因为D呢 跟A之间互相不可达 好 关于那个连通性呢 我们讲了 无向图的连通和它的连通分支和连通分支数 关于那个RB图有个创条件 当然它里面没有基础长度的回路 然后关于有向图呢 分三种 强连通 单向连通和弱连通 这是连通性的这个主要结果 下节课我们讲连通度 就定量的去衡量这个图的连通性的好坏 有点连通度和边连通度 好 下课 好 谢谢